这天小镇发生了一起离奇命案 一户居民在家中遇害 房子里的尸体和血迹触目惊心 警方并未发现非法入侵的痕迹 而且从现场可以看出 三名死者曾试图从房子逃出但都没成功 警方还在地下室发现了一具半掩埋的王好女尸 经过调查 这具女尸与被害人并无任何关系 不知道她是谁 也不知道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就这样 女尸被送到了艳势官大住家里 停尸房送来了一具神仙颜值的女尸 白金的皮肤吹弹可破 但身份不明 从表面上看女尸就像刚刚领了喝饭 可当艳势官大住翻开女尸眼皮时 瞳孔竟然浑浊泛白 大住心头一紧 这种状态的眼睛只有死了很多天才会出现 但女尸四肢柔软又没有尸斑 紧接着她又发现死者的手腕和脚踝处严重骨折 奇怪的是皮肤表面又没有明显的外伤 艳势无数的大住还是头一回见到这种情况 随后她搬开女尸的口腔 惊讶地发现舌头早已被人割掉 而且牙齿也被打掉了一颗 大住不禁地同情她生前的遭遇 这个故事有点恐怖 胆小的朋友一定要得赞加关注慢慢看 大住一系列操作也没弄明白女人的死因 为了进一步检查 她只能真枪实弹下刀子才行 刚刚划破皮肤鲜血就喷涌而出 但这具女尸明显就死了很久了 而且女尸的肺部也黑化得相当严重 就算是90年的老烟明也甘拜下风 大住推测女人可能是被烟熏死的 切下的心脏却发现了上面有大大小小的刀痕 大住更是不解 为何五脏六腑都严重损伤外皮却完毫无损 而且还在女尸的胃里取出一朵腐败的话 通过仔细辨认是用来麻醉的曼陀罗 两人正准备进一步解剖 门外传来了诡异的响声 儿子小住出门查看 突然发现转角处的反光镜中有个人隐站在狼道里 他悄悄地伸过头去 却发现走廊里空无一人 最后他只能返回停尸房继续帮忙 而此时大住从女尸的肠道里取出一团棉布 打开发现里面还包裹着一颗洁白的牙齿 经过对比正是女尸缺失的那一颗 棉布上面还画着类似八卦阵样子的神秘图案 周围还有一串罗马数字 大住看着图案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猜忌女人应该是死于某种祭祀 小住下的毛骨悚然想停止一切 但大住不信邪 他觉得自己肯定还有一漏某个地方能解释这一切的 他反复观察之后 他发现女尸皮肤里层好像有一样 他毫不犹豫地一层一层包掉女尸皮肤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女尸的皮肤里竟然刻着棉布上的图案 就在这时背后的收音机莫名传来凄凉的歌声 停尸柜门也缓缓打开 屋外狂风暴雨雷电交加 头顶的灯管也突然炸了 此时整个停尸房陷入一片漆黑 黑暗中小住打开手电筒 前方的冰柜已打开 尸体也莫名消失了 他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小住抓起父亲的手臂就往外跑 两人想乘坐电梯却发现故障 想走楼梯跑出地下室 门却被一棵大树死死卡住 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推不开 更绝望的是想求救 电话却没有一点信号 两人慌乱中冲进了办公室 本想用作机求救 可还没等大住开口信号就断了 此时门外传来一阵清脆的铃铛声 难道是诈尸吗 男人俯下身往门缝一瞄 一只尸脚突然冒了出来 外面的僵尸开始疯狂撞门 他们连忙搬桌子挡住 一番较量后声音终于停了下来 大住看着自己受伤的手腕 走进厕所清洗 突然窗帘被风吹开 外面的小住看到连后有一个人 什么都没有 小住松了一口气 他撞门而入 看到父亲已经躺在地上 大住告诉儿子袭击他的人 有着跟女士一样的瞳孔 他们推测应该是女士搞的鬼 两人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回到停尸房 他们打算把尸体推进焚尸炉烧掉 就在两人整理好尸体打算转移时 停尸房的门却自动反锁无法打开 小住抡起斧子拿出吃奶的进一顿神操作 终于把门劈开了一个小口 这时外面又有动静 果不其然出现在外面的就是停尸房的死尸 父子俩终于绷不住了 决定就地焚烧女尸 小住将汽油撒在女士身上 大住点燃火柴 火势瞬间蔓延 女士全身被火焰包裹 突然一股无形的力量操控火焰串满了天花板 小住手持灭火器 一顿手足无措的灭火后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女士身上的火焰自动熄灭 尸体毫发无损 这时房间的大门自动打开 来不及多想两人逃出门外冲向电梯 但电梯的门硬生生地在眼前关上 此时楼道里熟悉的铃铛声再次响起 一个人隐若隐若现 小住使劲掰开电梯 两人躲了进去 要命的是电梯门死活都关不上 只见黑鹰走到门前 大住抡起斧子劈了下去 万万没想到砍中的是小住的女友 小住伤心欲绝 一旁的大住深感自责 这时电梯再次启动 他无奈只能把儿子拽回电梯 电梯声道一旦发生了故障 父子俩终于意识到他们根本逃不掉 两人在电梯里苦思冥想 小住突然想到在他们刚开始着手解剖女士时 就已出现各种异想 一切都因女士而起 想要活命只能解开女士身上的秘密 两人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他们掰开电梯门 撞着胆子又回到了可怕的停尸房 手术灯罩在女士身上 抽出手术刀 大住对她进行开炉 这是验尸的最后一个步骤 小住接过切下的一块大脑组织 放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 小住惊呆了 大住看着显微镜下女士一场活跃的脑细胞 父子俩这才明白这句女士一直都活着 这时小住发现棉布上的图案好像可以排列组合 经过折叠棉布浮现出一串文字来自于古老的书籍 答案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女士死于以前某种祭祀仪式 她被残忍虐待致死 因为女士怨气深重不愿死去 于是化作亡魂 对那些伤害过她身体的人都遂以报复 就在这时 大住腹部的伤口剧烈疼痛 这就是她对女士开膛破肚的后果 她连忙爬到女士面前向她求情 话音刚落 大住痛不欲生 手腕开始断裂 五脏六腑被千刀万剐 嘴里吐出一阵浓烟顺势倒地 她对女士做过的事都一分不减地反弹到了她身上 与此同时女士扭曲的关节渐渐恢复正常 浑浊的瞳孔也渐渐变得清澈 大住的眼球也开始浑浊 她痛不欲生指着地上的小刀示意儿子给她了结 小住含泪给了父亲一个解脱 接着停尸房恢复了光明 仿佛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冷藏柜也被关上 悲痛中小住听到门外警察的呼喊声 她跑到门口 警察让她打开门 但小住使劲拽门却斯文不动 刹那间警察的呼喊声变成了诡异的歌声 小住这才恍然大悟女士的报复还未停止 她退到护栏处 警惕地望向楼下 但转头的一瞬间 小住失足坠亡 第二天警察封锁了验尸房 警察看着他们的尸体 只见大住尸体胸口上插着一把刀 其他地方却没有一点外伤 而他的儿子小住也死于失足坠落 那昨晚的诈尸到底是真实的存在 还是父子俩的幻觉呢 这已成了一个谜团 因为所有的目击者都死了 最后警察决定把这名无名女士 送往下一个验尸所处理 女士被抬上车送往下一个目的地 但谁又知道这是第几趟运输呢 好了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